詞曲 李宗盛 各位老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五聲響起 我是曾正強 今天我們一位新的會員朋友剛進來 中午的時候張老師跟他在聊 他說 他為什麼選擇跟著張老師做的 關他張老師一段時間 那當然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今天在股票市場 不管做什麼股票 或者是不准跟各位怎麼樣的分析 我們都保持了一個客觀的立場 來去看待整個市場 不會是上個禮拜忽然跟你說 我們買了一堆生計 然後昨天忽然跟你說我全部都沒有了 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做生計 除了之前有空他 那我相信昨天你的老師 在節目上面忽然全部都沒有生計了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上個禮拜四號頂漲停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當天禮拜四的財經節目 禮拜四的頭顧節目 一堆老師在跟你講生計 然後到了昨天 這些過去在講生計的 不是說自己沒有了 就是說生計好爛 你看 這邊落井嚇死 可是沒有 張老師過去 除了空生計之外 從來沒有做多過生計 在至少在過去的這段時間之內 我相信你收看節目的你都很清楚 張老師當初在720塊的號頂 都一直叫各位趕快先賣掉 那上個禮拜四 我還特別提醒各位說 不要因為一根紅K棒 就以為他轉強 做任何事情都要謀定而厚動 不是用賭的 你來張老師的演講會 張老師第一次見到你 第一面就告訴你說浩婷解盟失敗 那時候整個市場消息都還沒傳出來 我第一個就知道 不能說第一個知道 我很早就知道 而且法人本來在事先的預期 就知道號頂解盟的結果 預期是無法正面去看待 那現階段來說 我相信昨天的這個號頂 這個線上的這個法說會啊 一定有人去 現場一定很多人 但是那樣子科學上的論述 跟我們股價上面的操作是不太一樣 但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在會員後來 為什麼新的會員朋友 要跟著張老師做的原因也在這邊 今天我們在股票市場 我是一個分析師 我說過我做節目 目的是收會員 但是是要 張老師是要告訴你 讓你能夠認同 才會進來 你賺錢我賺錢 這才是真的 而不是今天看到一檔股票 拉上去就說 哇好強 我還記得這一天的時間 財經節目還在說什麼 三強頂力有沒有 結果那三強 頂力 浩鼎 跌停了兩天 另外一支什麼 金鼎 昨天跌停 今天中出 那金鼎還要觀察 他不會像浩鼎 這樣子一路下來 不會啦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要思考這件事情就是說 多次朋友啊 你要去想想 今天我們在消費要花錢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的店家是什麼 就像我們要出國旅行 或者是我們要買房子 房仲跟你講的天話亂墜 也許你不小心聽進去了 結果你買到房子住進去之後 你發現到一件事情 後來你自己看了發現到 欸奇怪 這個裡面怎麼跟當初房仲講的不太一樣 跟節目上的廣告不太一樣 那這房子你住進去一段時間 你後來發現到一個事實就是 這房子竟然是圍貫的建商蓋的 你會不會氣死 你會不會氣詐 就像上個禮拜還在講多生計的 忽然昨天全部都沒有生計的 你是不是氣詐了 那昨天張老師在節目上面怎麼跟各位講 昨天整個市場上沒有人敢講生計的時候 張老師在節目上面告訴各位 我們送報告給各位 三技股的法人第一手看法 我昨天還引用報告當中我們所思考 分析出來的結果 還直接提醒了各位 叫做什麼 已知的利空不是利空 對不對 今天參加的新會員就是因為一檔終於 因為我們昨天的報告 他忍住 沒有亂看 拉上來 跌停開盤 尾盤長3.94個 那當然我們的報告當中 還有談到其他的生計股 還有談到其他幾檔的生計股 這邊要告訴各位的是 法人的看法會影響到生計股接下來的籌碼 當全市場你的老師都不關心你的生計股的時候 張老師接下來會每天花一點時間來談生計股 我們要追蹤他的籌碼變化 過去一堆人在歌功送得生計股的時候 張老師一直叫你賣股票 叫你賣生計股 因為過去12月8號我們真是有多翻空 當初年後我們做多 那現在整個市場沒有人要理生計股的時候 接下來張老師會每天花一點時間 來跟各位談生計股 那如果說你想要先知道法人第一手 怎麼看忠譽 怎麼看志勤 怎麼看明基一 或者是其他的像是聯合 像是東亞 就把這份最新的研究報告拿回去 生計股的大未來 你想要知道的話拿回去 那這份報告我們也先強調聲明一下 今天是最後一天發放跟贈送 好 廣告時間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專業讓華信投顧總能發掘潛力投資 二十多年來華信致力於更高的目標 更深淵的眼光 為客戶發掘更優質的投資機會 支付專線02-2392-3988 2392-3988 各位投資朋友 我想您現在應該在思考的是 哎呀 終於這樣走耶 終於這樣走耶 那當然你昨天拿到報告之後 你昨天看到節目之後 趙老師跟你提點的一個小部分就是 已知了利空不是利空 然後你當然你在看到報告之後 你會更清楚了解 現在法人到底鎖定籌碼的股票 生計股到底是哪一些 其中一檔股票 就是四一四七的綜藝 你拿到報告你都很清楚 不然他為什麼會這樣走 因為法人的看法會影響到他的籌碼 影響到籌碼之後 就影響到他未來的久迅嘛 那當然我這邊講的不是說 哦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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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綜藝會一次這樣一直沉沉的 這個還需要時間喔 我沒有這樣講過 但是你剛剛聽到我們所說的 接下來我們開始會持續 每一天開始追蹤 綜藝的籌碼 那你想要知道生計接下來會 到底會怎麼樣的 持續鎖定節目 而且今天最後一天的報告 把它拿回去 那當然我們回過頭再來看這個凡事 我先前說過了 國際開始 國際股市開始逐漸穩定了 昨天每股大漲200多點在網上公 這是NASDAQ 這是費城半導體 這是ASNP500 這是巴林 這是英國倫敦 這是德國法人特福 都一樣 國際股市的確是開始逐漸穩定 但是呢 這邊我們還是要提醒各位 一件事情就是 大盤它會有回馬牆的時機點 回馬牆讓你上車的時機點 什麼意思 你會發現這兩天的大盤 其實已經逐漸上不去 逐漸上不去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 第一個上面壓力重 第二個是追加意願不足 所以你會看到 國際股市昨天的道場指數大漲200多點 奇怪的 現在奇怪的加權指數 連根都不根 當上面有壓力 再加上追加意願不足的時候 正常來說 他本來就應該要回馬牆 這很正常 這是合理的推斷跟估計 那在回馬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回馬到什麼樣的位置 什麼樣的價位 什麼樣的訊號 是值得上車的位置 這是我們接下來 會考慮的一個地方 那既然如此 我們再思考另外一個點 就是說 回馬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現金 沒有現金 回馬的位置 當你看到我們的報告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 回馬槍的買點位置的時候 你有沒有現金可以買 這是第一個 這個也是要值得思考 所以今天我們把聯發哥 我們先前上車的 在這個位置 四千都沒有做過他 除了在八月份的時候 有空過一旦 四千都沒有做過他 那你有來演講會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對於聯發哥籌碼 因為他是法人的股票 我們更能清楚 掌握到他的籌碼動態 先前在這段修正過程當中 到這段的時間 台銀買了非常的多 但是這並不能代表 聯發哥會馬上性的反彈 或者是聯發哥已經止跌 而是為 這也是要告訴各位 為什麼我們是 到後面這邊才開始買進啊 因為關鍵紅K棒破底 拉紅K之後 再跟長黑之後 紅K連續兩根上來 然後我們再去觀察他的籌碼變化 你會發現 這兩天是六大外資 聯手賣出股票 然後結果後來又陸續開始 慢慢買回來 慢慢買回來 布局 洗盤 拉抬 一氣呵成 所以你會在演講會的當天 說這個上個禮拜天的時間 你聽到張老師告訴你的 聯發哥我有帶會員朋友買 而且我說他會反彈 昨天禮拜一拉一根 今天在短線上創新高 那當然 現階段來說 你可以考慮 因為賺到錢的聯發哥 你可以考慮獲利下車 因為這是下降的 這個下萬的極限 我不會去賭他 會不會過極限 因為我們有更重要的任務 挪出了資金 有更重要的任務 還記得禮拜天 演講會當中 討厭的朋友 台北的朋友 來演講會場 我們講了一檔股票 又或者是你昨天拿到報告的朋友 你看到了那一檔七大券商聯手吃貨的股票 你覺得如何 這七大券商在最近的兩個月的時間 國際股市很糟糕 台股很糟糕的時候 竟然對於這一檔股票 在報告當中 這檔鎖定的股票 買了將近一萬四千張 一半天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這檔股票他壓抑不住 昨天拉出一根漂亮的長紅K棒 今天再拉第二根漂亮的長紅K棒 重點是沒有爆量 兩天溫和放掉 而更關鍵的一點是 昨天的投信跑進來買 在過去八個交易日的投信 對這檔股票不聞不問 昨天投信竟然偷跑進來買 幫忙拉抬了一根紅K棒 今天又再拉一根紅K棒 來聽演講會的恭喜你賺錢 來拿到報告了 恭喜你 生技股沒有亂談 也恭喜你 七大券商聯手吃貨的股票 你有賺錢 因為他今天早上開平板 一根長紅K棒開平板 你買的票不漂亮 那我剛說過 挪出了資金為了什麼 第一個加碼這檔股票 七大券商聯手吃貨 將近一萬四千張的這一檔股票 我們會再去做加碼 為什麼 溫和放量 你要去想一個問題 這兩根兩天的長紅K棒 接下來或許會因為短線漲太多 而出現正乖離過大的短線震盪修正 但是當一檔股票過去兩個多月的時間 被七個券商聯手吃貨了一萬四千多張 再加上投信昨天忽然在最近八個交易日 完全不關心這檔股票的投信忽然昨天跑進來買 你要去想 一萬四千張的 將近一萬四千張的籌碼 你沒有爆量它是賣不掉的 對嗎 沒有盤頭它是賣不掉的 所以漲勢剛開始 拉回找賣點 然後報告你就知道這檔股票是什麼 那當然 最後我們再給各位整個總結下來 你如果手中有生計 聽其他節目聽到的 我想你需要這份資料來告訴你 接下來 特別反人關心的生計股是那幾檔 或許它裡面有你手中的股票 有你手中的生計 又或者是其中一檔我們說過也是中玉吧 在報告裡面也有行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了 今天節目最後 我們還是再度的重申 今天我們在節目上面 都是用很客觀的方式 來跟各位講 有做到的股票我們就講 沒做到的我們就不會講 那有做到的或者是 拉上去我們在分析的過程當中 我們覺得這檔股票不對的時候 就像上個禮拜四的所有生計股 我說那個不能買 不能因為長紅就跑去買 意思是一樣 好所以說投資朋友 希望張老師的用心 各位能夠感受到 那今天這份最新的研究報告 大盤回馬槍的買點 生計股的未來操作方式 七大捐商聯手吃貨的股票 都在這份報告當中 今天最後一天 歡迎各位有需要的朋友 有緣的朋友 在這最後一天的時機點 把它鎖取回去 謝謝各位明天見